在前一段时间不少人玩过的Gater Time 这个场景呢 他是用2D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在虚拟的办公室 或是虚拟的毕业典礼 虚拟的教室 大家聚在一起 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 是一个3D版 Hubbs 这个是由 浏览器大厂Modila 他所开发的 那用3D的方式 其实可以更逼真的 把你想要做的场景安排出来 他的使用方式其实很接近 也跟我们使用Gater 这样的快速键都是一样的 在你开始使用前 建议你可以先做一个登录的动作 那他的登录很单纯 只要你填上你的信箱 接着到信箱里面 收取这个启用信件 这样就完成了 目前Hubb它有三种建立虚拟场景的方式 首先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一般使用电脑平板 就用标准的方式建立房间就可以 第二个 如果你有这个VR的设备 你可以使用第二个方法进入 那么第三种呢是它比较特别 也就是你可以观众的角度进入到这个场景里面 我们知道像Gater 他的使用人数的上限是25人 那么我们Hubb他也是25个 可是呢 他场外的观众呢 目前官方网站上是没有特别介绍 容纳的上限是多少人 但是我相信这个上限会比25个人更多 所以如果说你的语会的观众比较多 那可以先让他们在场外 透过呢 这个主持人分享他的视野 那么场外的这些人 他也可以一起参与 就是在虚拟场景面所发生的事情 这是他很特别的地方 那你按下这个June Room 可以帮你的角色选择一个名称 那不过呢 角色的名称目前只能用英文 数字还有Dash这个连接符号 最多32个字元 最少3个字元 那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想要角色 它里面呢 有一些内建的 当然如果你有需要 也可以考虑就是 未来我们再自己建立一个自己专属的 的角色 接着呢 他会希望能够存取你的麦克风 确认一下麦克风跟喇叭都OK 这样就可以进到你的3D场景里面来 目前Hubs他有提供这个简体的语系 不过中文化的部分没有做得非常完整 那主要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在这边有一个preference偏好设定 你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把语系改成简体中文 像这些比较属于偏好设定的部分呢 有中文化 我想对我们在操作这样的一个 3D虚拟场景的时候 也很有帮助 进入了Hubs虚拟环境之后呢 你主要可以透过键盘上的 AWSD 或是上下左右的按键 来做操作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像这样子 就可以往前往后 因为他是3D的 所以你也可以搭配你的滑鼠 拖曳 这样子就可以在这个场景里面 去环顾一下 你的整个 3D的环境 此外呢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有一个叫react 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在 3D场景里面做的一些互动 当你按下之后呢 在场的所有虚拟人物 都会看到你所做的动作 此外呢我们在Hub里面 其实如果你有打开麦克风的话 在同一个场景里面的人 都可以听到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文字的 方式呢 我们进入聊天室 插入表情符号 插入附件 都是可以的 在这边呢还有一个 Place的功能 这个呢必须要有 登录账号 你才可以使用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3D涂鸦笔 这支笔 真的可以按照3D模型 虚拟空间的这种角度 你就可以在上面去做画 很有意思 那使用完之后你可以按滑鼠的右键 它就结束了 这里还有一个 自拍相机 跟录影机的功能 按下去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你自己的画面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 第一人称的角色 所以其实你看不到自己 那透过我们这一台相机的话呢 您可以在上面 使用拍照的功能 也可以在下面使用录影的功能 上面的这个字就是录影的时间 如果你想录长一点 你可以把这个时间改变 或者是要由你自己决定 就是让它 没有数字显示 这样就可以 那我们简单的 录三秒钟就好 我们先拍照 试看看 准备拍照了 OK 拍照完成之后呢 他会把照片就放在这边 这个上面你也会看到 你可以在上面按滑鼠的右键 就可以进到里面来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一个user在第1个user的后面 所以你就看到他 你如果想要把它留下来 你可以按下Link 他就会打开这张图档 你可以把它直接储存起来 如果你不要呢 就直接在这边 把它做一个删除的动作 好那我们来试看看 录影的动作 在这里呢 我们做 移动 他就会把你的动态 把它录制下来 一样的 等一下在这边就会出现 这里就有一个叫Video 刚刚我们的移动 他已经把我们录下来了 按一下右键 就可以进到里面来 如果你想要把它储存起来 一样点到这个Link之后 他就是一段影片 就直接可以储存成视讯档案 另外呢 他也可以在这边 加入一些GIF的动画 或者是影片 像这样就加入进来了 他内建很多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 透过自己的电脑 把档案传送上来 他还有一个跟其他软体 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他可以摆入3D的模型 预设的话呢 他会来到这个叫Sketchrape 非常著名的3D模型网站 在上面呢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3D模型 也可以直接透过搜寻的方式 直接把你想要的这个模型 载入进来 模型载入之后呢 他真的可以在3D的角度 去 做 观看的动作 如果你模型比较复杂 会像这样进来的时间 比较久一点 在上面按滑鼠的右键 你进到这个 角度之后 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来做一个拖曳 他真的就可以让你看到3D模型的360度的长相 那你看 搭配我们的滑鼠滚轮 这样效果 就会 变得蛮好的 所以如果说其实我们上课的时候 可能你有一些模型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让同学自己操作 自己旋转角度 效果 会比我们单纯看照片来得好很多 再来我们来看如果您是主持人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权限 首先你可以从右上角这里 就可以看到目前在这个场景没有哪些人 如果你想要把他们全部静音就是在右上角这个地方 或者是呢 你想要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使用者 你可以把他静音 可以把他直接踢出去 也可以 如果是一般的user就没有这种权限 你也可以选择把他 暂时在我们的场景里面隐藏起来 就不会看到他 这样也是可以 另外呢有时候 因为毕竟在这个3D场景里面 你可能不知道东西摆在哪里或者已经迷路了 你也可以找到这个object物件 从这个地方呢你滑过去 点下去点下去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物件 他的内容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想要找到他 在下面这里 按下这个view 我们就回来了 你想要点进去 就从这边 可以直接跳到 这个物件 摆放的场景位置 这样就比较不容易迷路 如果呢 您不满意这个场景 没关系 您可以从这个地方 找到 Room Info and Settings 我们就可以从这边 去切换 目前呢 HUBS 它总共有90组的 这个场景可以使用 当然其实它也有提供 自建场景的功能 希望用哪一个 只要点进去 它这个场景 就会马上替换掉 变成你现在所选的 这一个 现在我们就进来了 好所以你可以先到里面 看一看 来看看 怎么样邀请朋友 加入你的 3D虚拟场景 就从左下角这里 它有三种方式可以加入 第一个最占纯 就是您只要给它一个超连结 就OK了 第二个呢 你可以选择 给它一个代码 顺便呢 您必须要把这个连结 给它 这样子呢 您的朋友 只要在这边打入它代码 就可以进入 那么还有一个方式 是它比较特别的 就是把这个 虚拟场景 直接透过 iFriend的语法 砍入到网页里面 所以使用者呢 只要进到这个网页 它就可以进到你的虚拟场景里面 这个也是一个很方便的动作 如果呢 你想在这样的虚拟环境下 来进行上课 或是分享内容 也可以从这个Share选单 我们来分享你的摄影机画面 或是你的电脑萤幕画面 在这边呢 你就可以自由选择 你要分享哪一个画面 它就会把你的画面 放到我们的虚拟场景里面 如果您是荧幕 也是一样 在这边呢 你可以选择你要分享的 是哪一个应用程式 或是你完整的画面 这样你应用程式的画面 就会进入到 我们的 场景里面来 您说的 要帮助吗 您可能是选择 但是您的选择 已经对了 好